Bandan View Monday 终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我们的度假村 看看这边的海景 好漂亮的海景 我们的房间就在下方那边 还有游泳池的 喔 我们的房间在这里 哇 你看这个房间的风景 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娱乐节旗 出发咯 出发咯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 印尼巴东地区的一个 海滨度假村 然后这次来这里策划 要玩几天的海钓 然后我们在这边打算玩三天的海钓 玩那个Slow Jigging 然后还有这个Light Jigging 之前都没有来过这一区域钓鱼 然后这一趟就安排了这个行程 来看看这边的资源怎么样 这里呢 玩这个Jigging 都是以Slow Jig为主 一般水深是在60到200米之间的深度 当然还有更深的我们没有去玩 主要对象鱼呢就是 红宝石啊 这个Amber Jack 彰虹或者是这个狗牙金枪 主要针对这几种鱼啊 刚刚到这个独甲村 你看给我的感觉多好啊 哇太舒服了啦这里 好享受哦 太享受了啦这里 好喜欢好喜欢 这个是同伴 阿哈 这趟本来我们是有三个人一起来的 结果有一个零食被你朋友拉着了 来不了啊 在这边就不跟大家说是谁了 非是他南康 然后所以只剩下我和阿哈两个人 孤君出战了 爽嘞 要早一晚我们在这里睡了 看行不行 太爽了 对 往上在这边躺着睡觉很爽 好今天的活动就是 没有活动 所以我们只是提早到这边歇息 然后组装钓具 然后看看风景这样 这是来这个巴东这里哦 坦白说对这边的这个钓场 钓矿都一无所知 所以呢这一趟呢 就带了四把杆子哦 然后分别是不同等级的这个铁板杆 或者是慢摇铁板杆 然后我首先说第一支 就是这个打算拿来玩这个 Light Jigging Light Jigging就是80克铁板以下的嘛 这支是Megabyte 然后PE1.5-3的这个铁板杆 长度6'3 然后再搭配一个5000号的这个仿车轮 主线30磅 然后这个前导也是30磅 Expert Graphite Megabyte PE1.5-3 轻型铁板钓 第二把呢就是带了这把 慢摇铁板杆 这个是Blackstone Expert Graphite Blackstone PE4 虽然它的标注是PE4 可是它的钓性没这么硬 所以这把是一般就是拿来玩200克以下的铁板 这个慢摇铁板杆 再搭配这个轮子 古轮 Apex Apex 30号 主线40磅 前导也是40磅 第三把杆子呢 主要是针对200克到400克的铁板 就是这把Expert Graphite的Megabyte 这个新推出市场了 这一支是PE24的杆子 然后一般长度都是一样 这一类杆子都是在6-3 6-4 搭配这个Apex 500号最新款的 主线40磅 前导也是40磅 然后最后一把呢 就是这个Expert Graphite的Hammerhead 这个是PE4.5的 它主要玩的铁板呢就是 可以达到600克 400到600克 再搭配这个Apex旧款 Apex旧款的50号 40磅主线 前导也是40磅 就是这些啦 我带来的四把杆子 明天我们开干 看看这边有什么资源 这么漂亮的景象 没来这边有两把 拿对得起自己 无敌海景啊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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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岛吊 迫不及待 泡在水里了 这感觉 还真不一样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 这个海景啊 哈哈 油泪了 趴在泳池边 看这里的海景 风景 很享受 人生一大享受啊 吃晚餐的环境 很不一样哦 很浪漫哦 可是这里全都是南的 哈哈 我们的杜甲村 就在上方哦 然后走下来 到这个桥 出发咯 出发咯 哈哈 好不容易 终于等到钓鱼船过来了哈 比原定计划迟了 一个小时 二十分 不过在这里是正常的啊 这种现象 哈哈哈哈 我们出发咯 出发咯 这一艘就是我们的钓鱼船 还不错啊 够大 不过像这种船呢 一般船速都会比较慢 不过我们也不会去到很远啦 因为在印尼海域呢 它的海底结构呢 就是你去不是很远的地方 都已经很深了 它是海山结构嘛 这次要钓的地方 就水深在六十米到两百米之间 这是我们的队长 这次和几个印尼朋友 组成了一个战队 安珠 Danny 还有阿哈 出发咯 出发咯 就我们四个人 组成一个小组 然后去探钓 看看这边的资源怎么样 第一条哦 小小红宝石啊 第一条 第一条 红宝石哦 这么小哦 第一次钓到这么小了 喂 船长中鱼哦 我们的船长中鱼哦 啊 船长跟他一干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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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电脚 好羡慕 跟我们显德格格不入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搜一次 现在搜到半死了 他轻轻松松 你看 哎 哎,拖掉了,应该是没有刺鱼啊 直接收,没有刺鱼 靠船长了 哦,海榴莲,海榴莲 榴莲鱼? 发生了一点意外 看来船头的人种鱼 然后我就在这个位置 那边的人种鱼 所以我就退后 然后身体向后仰 结果我忘了,这边是空的 结果整个人掉下海了 因为要看船头的人种什么鱼 就这样来到这里 身体一向后仰,结果我就空了 就直接往下钓 损失了整套的这个杆子 还好人没事,钓下去及时拉住这个船员 午饭吃午饭 咖哩鱼 鱼头 印尼咖哩 我们的厨师啊 厨艺非常好哦 还在午餐他弄那个 印尼咖哩,那个鱼啊 非常好吃,很开胃啊 现在是中午时分 神仙难钓五十鱼 对吗?放心,我们不是神仙 我们只是凡人而已 所以继续干他 我们在那个比较浅的这个水域咯 水深四十到六十米 所以非常适合玩这个清型铁板钓 然后早上玩那个 漫洋铁板钓呢 已经是灰头土脸了 顺兵折将了 转换一下钓场 看看能过运啊 过运一下 把这个没运给过掉 这么小的一条星斑鱼啊 燕尾七星斑 厨师弄的这个 甜品啊 下午茶的甜品啊 紫薇米 加这个绿豆 然后再加椰浆 试一试 非常特别 很香 因为那个绿豆啊 他是先拿来干炒 炒到有点焦了 然后才放进去煮 所以他散发出那种 很浓烈的那种 焦味的那个绿豆你知道吗 好吃好吃 然后玩这个破爬 你看 一个GD来咬了过后 钩子圈子全都不见 哈哈哈哈 惨烈好惨烈啊 从早干到天黑 第一天的成绩好差好差 基本上只有几条小鱼 还要损兵折将啊 损失了一套钓具 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天 继续努力吧